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 昨天闭幕 法治是这次会议主轴 其中有哪些要处理的重点议题 而法治改革对中国大陆经济 还有社会发展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此外这次四中全会中 还有哪些议题值得关注 今天节目中访问到 昆山科技大学通事教育中心副教授 吴汉吴副教授为我们观察分析 吴老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吴老师 这次中共的四中全会是以法治为主轴 您怎么样看他们这次的主轴议题 强调法治在过去的胡锦涛任内 就已经在强调了 那么强调法治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后 那么面临了一个很严重贪腐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官员在 因为在行政裁量权上面有很大的权限 所以受到这个 我们讲说是诱惑 那当然这个中共也体认到 这个贪腐主义亡党亡国 而且这个利人领导人 对这个问题都谈了很多次 都希望能够把贪腐啊 这个约束在一定的范围里面 可是这个贪腐的程度不但没有 没有约束下来 反而越来越严重 所以习近平上任以后 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打贪 打贪腐 那我们看到他这两年来 在反贪的这个行动上面 做了相当多的成效 那么甚至于包括省部级这种领导 有很多都被拉下马 那最后连上一任的常委 周永康都现在都已经在 被这个抓起来了 当然这个习近平体认到 这个光是这样的反贪没有用 一定要用法律来规范 一个做法 就是他自己所讲的 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那那个笼子什么呢 就是法律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不断的持续的去推动 然后去酝酿 所以在这一次四中全会 也就是习近平执政两年以后 就把他放到台平上来了 是 教授 那有了这个方向 各界关心未来要如何进一步落实 教授您的看法呢 那么从这次 有人对这个依法治国 中共这次特别提出来 而且在四中全会里面 把它做成决定 认为中共在推动依法治国上面 有很大的诚意 我相信中国大陆 是有这样的一种看法 但是实际上 就我们台湾发展的经验来看 这个光是中共目前所提出来的东西 还是有若干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去克服 就最起码它是一个基本的制度 就是它到目前为止 还是强调一个党的领导 那么我们知道 就是在依法治国里面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一个监督 就是能够有效的监督 它就是能够让这个法律 变成了有用 如果我们监督的能量不足 这个法律只是一个据文 那这个监督主要来自哪里呢 按照我们过去所实施的 我们知道权力要分立嘛 就是行政权最后 有立法权来监督它 司法权来监督它 那么孙中山先生甚至于把考试权 监察权都是来监督行政权的 因为行政权就是 就是继承了过去的王权嘛 那除了权力的分立之外 另外还有媒体的监督 那还有反对党的监督 最后还有人民用选票的监督 所以你看这个整个一个民主的体制 然后法治要落实 这个监督的力量不可少 所以用了这么强大的监督力量 它照样有人搞贪腐 那按照中共的体制呢 它就是一党的领导 所以它的监督体制 我觉得很不容易发展出来 你说来自人民的监督吗 人民透过什么东西监督 然后这个媒体 媒体也没办法监督 然后透过党内监督 党内它这个监督是有限的 它不可能对自己 因为反对党的监督 那个是非常残酷的 它就是把你拉下马 那你自己党里面监督 如果碰到核心的利益的时候 怎么办 它就会把它盖过去了 所以我认为 中共今天在处理依法治国 在基本的监督体制 你没办法去落实 可是当然它这次 我觉得也是提出了一些 不错的一些看法 当然这个都是技术层次的 像是包括哪些呢 比方说建立领导干部 干预司法活动 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 通报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这个我觉得不错了 但是问题是不是能落实 还有实行审判权跟执行权 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 然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 也就是说去监督了 到地方去巡回 或者设立跨行政区的人民法院 跟人民检察院 还有就是让法治专业队伍 正规化专业化之一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大陆有很多法治的人员 就是司法机关的人员 他不具法律的背景素养 那这个样子 你让一个司法的工作 能够把它做好是不容易的 然后另外他也学习了一些 英美法的这个制度 就是比方说法律专家 就是将来这个法官检察官 这些人要从哪里来 就是从律师或法学专家里面来挑选 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 我们来观察的 也就是说将来这些制度慢慢做 当然司法的改革不可能一步到尾 他可能是逐步的来 那这些都能做到之后 我相信就会有新的课题出来了 然后让中共好好去面对下一步 所以未来的一些改革发展 我们持续来关注 教授 那大家也非常关心 就是推动法治 对经济跟社会会产生影响 像很多台商跟外商 也在中国大陆的经济 你认为中国大陆推动法治改革 可能会对经济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因为过去在中国大陆 有很多潜规则 这就是因为法治不脏的关系 所以让潜规则 就台面下的运作 就是我们常知道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找关系 那么有了法治运作之后 将来很多交易的行为 就放在台面上来处理了 那么过去在这个大的企业 跨国企业来讲 因为中国大陆跟这些跨国企业之间 它有一种互利的关系 所以它比较容易生存 可是对于很多中小企业 想到大陆去 那要是摸不到边 根本门都没有 所以台湾有很多企业 跑到大陆去 结果鲨鱼而归 也就是说抓不到那个潜规则 那将来如果这个法治 真的依法治国 它能够来推动执行 减少潜规则的部分 把很多这个游戏规则 放在台面上 那当然就有利于这些 需要去这个有竞争力的这些企业 愿意到大陆去做生意 我相信他们会比较有 认为有法律的保障 另外大家也很关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前常委周永康案 不过这次在四中全会公报中 并没有提及 那你怎么样看这个事情 中共在这次中全会里面 处理了几个人事案 一个就是开除了六个人的党籍 那这六个人党籍 基本上它的涉案都已经确定了 比方说李东升 蒋洁敏 王永春 李春成 万庆良 那这个都是属于省部级的 我刚刚跟听众们报告的就是 周永康是属于领导层的 就是在十七届以前 十六届十七届 他是属于常委 就是九个常委中的一个 而且他主管政法委 那他到底涉案的程度的 具体的情况范围到底有多大 我相信中共现在还在这个调查之中 所以我想这一次中全会是没有把它列入 是因为这个案子还没有 我认为是还没有调查完成 那等他调查完成 他一定会这个透过 比方说因为中共这个体制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它是属于党的 那么就是由党来先处理 党开除了党籍之后 再进入司法体制 就是他有党的纪律委员会先处理 那么等确定了他的这个犯行之后 那么党就开除他 开除他之后 他就变成一般人 一般人他就进入司法体制 去接受法律的审判 所以这一次我们觉得 这个周永康他是所以还没有把它列在这个公报里面 这个人事处分里面 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是好 最后请教教授 另外这一次的市中全会提到说 要依法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践 您对于他们在市中全会中有提出这个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一国两制的实践 这个当时跟最近我们看到 占中的这个问题有影响 就是因为香港的民众 希望能够达到真普选 可是呢 中共人大已经做出了解释 也就是说 所谓的普选 特首的普选 是由提名委员会提名 这个适当人选 然后交给香港民众来选举 那这件事情对中共来说 它是已经拍板的 那既然拍板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 占中的事情 还是一直还没解决嘛 到目前为止 那当然是交给香港的特首 来处理这个事情 可是呢 对于中共来说 它一定还是要强调 这个一国两制的精神 就是说 香港 它毕竟还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所以香港到底要怎么样推动 这个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这个中共还是有发言的权利 可是如果假如 我们在台湾来看 这个一国两制呢 我觉得这个 当然对台湾的民众来讲 它就是一种警惕 也就是说 台湾的民众 对于自己现在所拥有的 民主法治 坦白讲 应该是蛮自豪的 就是我们已经有充分的自由 也有这个民主实践的经验 那么所以 中共拿一国两制 对台湾来说 它是没有吸引力的 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接受 一个由 一个威权体制 所建构的一个制度 那我们当然喜欢有一个 完全由自己能做主的 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我们的重要政策 重要法律 都是由人民自己来制定 所以这个就不存在 向香港民众 必须去占中 才能够来争取民主的 这种现象 是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访问到昆山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 吴汉吴副教授 针对刚刚结束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一些焦点议题 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说明 非常谢谢吴副教授接种访问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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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